你們剛才提到 大概原本是訂的合約 或是說契約是35年 讓他把所有的錢還完 還給政府 但是現在他們想要救財務 所以他希望可以把這個期限 這個特許期延長40年 變成75年這麼長 延長這麼長真的有效嗎 真的可以改善他們的財務狀況嗎 其實延長特許期最重要就是 把他的折救團體的成本壓低 因為他現在35年 他一年要付大概120 30億的折救的金額 但你如果延長40年 就等於幾乎增加1倍 他一年大概只要貪5 60億 這個成本一年超到5 60億 就足以去付他的電費 他的維修成本 這是一些維修零件 人事成本基本上 多的錢可以挪出來用 對 已經是OK了 加上他政府之前 已經幫他把營養的利息降低了 所以他這部分的支出 是足夠可以去把他抵掉的 如果他的運量可以緩步的成長 然後慢慢的回到 比如說5萬 甚至到20萬的話 他的營養會比較正常 因為至少他的投資 就民間的投資4000多億 將近快5000億的一個 非常非常大的一個公共建設案 他要回收 真的必須要靠很多的旅客來搭乘 他才有足夠的票箱收入 因為他現在土地開發 是沒有辦法做 沒有任何收入的 你剛剛提到其實政府 已經出錢出力做了很多的事情了 那麼這一次高鐵 他希望說把這個特許期再拉長 政府會答應嗎 政府為什麼要答應呢 基本上政府去考量過 我要不要讓他倒 然後再來接收他 他們有去精算過 如果政府要把整個高鐵接收回來 可能也要花掉4000億 但是以我們台灣 那也是很恐怖的金額 對 我們台灣現在政府 這種財政的狀況 不要說4000 也說400億根本就很難擠出來了 他們曾經去找了很多財務專家 甚至組了一個財務團隊 去評估說我用什麼方式 可以解決高鐵的這麼嚴重的財務問題 然後可以讓他增長運 而且他還真的可以回饋給政府 讓他們算過 就是延長特許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方式 另外因為他現在有虧損500多億 他必要把虧損打掉 讓一個公司從幾乎是零虧損開始起步 然後引進新股東 讓他的整個財務結構 可以走上比較健康的方向去 再加上他的運量 如果可以開始再成長 持續的成長 這邊減了很多成本 這邊有多一些收入 又把他的時間拉長 他可以用的成本 要付出的攤體就會壓低 就一低一高 就可以把他的整個財務的狀況 讓得比較健全一點 甚至有點可以有盈餘 有盈餘除了要給政府回饋金以外 他也可以反映在票價上